第1044集 他带了一壶酒 是从戈部带回来的江花酒 倒了一半在军墓峰的墓前 然后举着酒壶冲墓碑示意 五哥 敬你 一口酒喝下去 摇里摇头 不应该叫你五哥呀 应该就叫你哥哥 或者叫大哥 你是阿然的大哥 不是我的五哥 但咱们还是兄弟 两边都能论 哥 这江花酒 你喝不喝得惯呢 要是喝不惯 下次再来时 给你带上都城里的好酒 他又倒了一口进自己嘴里 我也觉得这江花酒 并没有多好喝呀 但是戈部人都爱喝 据说 阿然的旧母以前 就是戈部最好的酿酒师了 专酿这种酒 啊 对了 阿然如今人在戈部 已经是戈部的女君了 你要是还活着 倒是可以去戈部 倒是可以去戈部看看她 死丫头 可威风着难 她叹了气 她很好 你放心吧 虽然许多事情 你已经磨难 但是我们都会尽全力去保护她 不会再让她 受到半点伤害 五哥 阿然说 人不一定只有一辈子 也许还会有来生 也有可能来生 还能记得这一生的事情 那么 希望你来生能过得比今生要好 但如果可以选择 今生的事就不要记得了 又没有多少好的回忆 重新开始 才是上天恩赐 她喝下最后一口酒 走了 等我再回来 寒甘就是东秦和哥布的了 五哥 等我的好消息 她转身 大步下山 回到上都城市 天都黑了 守城的将士 一看是她回来 赶紧把关了一半的城门 又给打了开 兴高采烈地说 师爷 您可回来了 小的们都很想您 君木脸哈哈大笑 回手指着落修 马上驮着的一只大箱子 哥布的江花酒 我送你们一箱 剩下一箱 给我搬到小六子那儿去 好嘞 好嘞 谢谢师爷 混世魔王 回京了 落了锁的宫门又打开了 掌灯的宫女用最亮的灯 照亮了太子殿下到清明殿的路 天和地坐在清明殿里 脸上的笑容 从下午开始就没退下去过 陈皇后也来了 就在边上坐着 吃着翻国供上来的葡萄 笑话了她几个时辰 等到宫人来报 说太子殿下真的回了上都城 进了宫时 皇后娘娘比天和地还要激动 葡萄也不吃了 直接就跑到了清明殿门口 亲自提了盏宫灯 等着她的儿子回家 君母领道士 远远就看到一位华服美人 提着盏宫灯站在门口 华服贵重 母仪天下的分量 可那美人却年轻得很 看起来不光二十五六模样 她便笑着大趣 大声地问身边 为她提灯的宫人 店门口后着的那位 父皇心爱的嫔妃吗 这么年轻漂亮 这等容貌 可是贺宫任何一位都比不上的呀 一定得冲 提灯的美人笑得像花一样 远远中她招手 领儿 你回来了 哟 还挺自来熟呢 头一回见面就这么热情 可见父皇当真是宠爱她 宠爱到 都不拿自己当外人了 哼 她加快了脚步 脸上的笑容就没退下去过 嘿 你是哪宫的美人呢 这样可不行 你这身衣装 是只有皇后娘娘才能穿的 虽然你很得父皇宠爱 人年轻 长得又漂亮 但妃嫔就是妃嫔 皇后就是皇后 任你如何 也不能约到皇后娘娘的头上 知道吗 说话时 人已经站到美人面前 她伸出手 在美人的头发上按了一下 按紧了一根松出来一截的发簪 皇后娘娘是本太子的母妃 如果你欺负她 本太子可不管父皇是不是宠明啊 照杀不误 美人笑得前仰后合 完全没有形象 我们家领儿欲发的懂事了 本宫怎么能把儿子养得这么好 这今后要是谁家的姑娘 被我们领儿相中 可是绝对的福气 小子 有没有相中的姑娘啊 领回来 为娘帮你参谋参谋 她一大笑 你儿子相中了 一位女君 娘可得着手准备聘礼了呀 那可是一国之君呢 聘礼给得少了 人家是不会嫁的 哎呀 偏偏你儿子呢 我又特别喜欢她 她要是不嫁到东秦来 那我就只能把自个儿 嫁到哥布去了 哎 娘亲啊 会帮我把聘礼背得妥妥的吧 陈皇后用力点头 儿子你放心 娘一会儿就去开国库 有多少算多少 都给你当聘礼 好样的 她伸开手臂揽住陈皇后 走了 进去看看父皇 都这么久没回来了 也不知道老头子有没有想我 也怪我 小小年纪呢 就总是征战在外 老头子搞不好都习惯了 不想我了 哎 母后你呢 你有没有想我 我当然想啊 陈皇后翘起手去揉她的头 乖儿子 母后真没白疼你 真给母后争气 清明殿里传来嘲讽的一声 娶了媳妇忘了娘 你可别美了 等儿媳妇进了门 谁还挂念你这个娘 有没有想她呀 她到时候 巴不得你想不起来她呢 然后她才可以 理所当然的不来看你 陈皇后之前吃的那盘子葡萄 不知何时 蹲到了天河地跟前 老皇帝这会儿 正剥着葡萄 挖扑自己媳妇 哎 你也别不信啊 这事实胜于雄辩 她小子能把一个 哥布国都给她媳妇了 她怎么不说 也给你整个国家 当女军玩玩啊 君母脸都气乐了 怎么着啊 自己没吃早割布 替媳妇 惦记上了 陈皇后也切了一声 硬邦邦地 把嘲讽还了回去 人家的女军卫 是自己男人帮着得的 所以我的女军卫 是不是也该由 我男人帮我争一个 合着我男人是死了 所以养我儿子打把手 也行 你要是拉得下这张脸 那我也不介意啊 说什么胡话呢你 朕是万岁 皇帝一般都比较忌讳死这个字 一听就炸了 陈静叔 你说话注意点啊 没大没小的 朕是皇帝 朕万岁 行行行你万岁 千年亡报万年归 陈皇后狠狠翻了个白眼 怎么着 万规规 打算什么时候 给本宫整个女军当的呀 人家媳妇都当女军了 我差啥呀 她一边说一边低头 看了看自己 又抬手往脸上摸了摸 我感觉我啥也不差啊 那差的可能就是你了 我男人不如阿染的男人 对 道理就是这么简单 老皇帝气得没法没法的 伸手指着陈皇后 对军务脸说 你瞅瞅 真是要翻了天了她 这还用去别的国家 当女军去吗 直接在东秦当皇帝得了 陈皇后搓搓手 嗯 朕觉得可以 老皇帝彻底不想理她了 军务脸收起笑 往前走了几步 正正紧紧地行了个大礼 给地后磕头 儿臣离家半载 金字搁不而回 向父皇母后赴命 陈皇后眼眶子浅 儿子一跪 她的眼泪立马就掉了下来 但也没上前去扶 她是皇后 她知分寸 知什么时候话家常 什么时候该谈国事 只待老皇帝也红了眼圈 点点头 说了声 起来 好孩子 欢迎回家 她这才把眼泪一抹 嘴角含笑地说 你们说话 我到招人宫吩咐备宴 再叫上灵溪和牧畜 今日晚上咱们好好聚聚 老皇帝听了就笑 跟君母脸说 你母后是真的牛啊 上回叫了白家那几个小辈 进宫陪她喝酒 把那几个小的灌多了 不说啊 自己也喝得五迷三道的 真是费了好大的力气 才给哄明白呀 陈皇后听到这句话时 正好一只脚迈过清明殿的门槛 差点没摔一根头 该死的老头子 老没个正经 清明殿内 父子二人已经不再说笑 君母脸衣袍一撩 再一次跪倒在地 儿臣私自做主 把胳膊给了阿人 还请父皇责罪 老皇帝也终于 把脸从葡萄盘子里 抬了起来 看了这个儿子好一会儿 没提白赫染 称女军的事 到时问他 听说你们计划要打寒干 君母脸失笑 还真是什么事 都瞒不过监殿 那么阿人 继女军为那一碗 打死了一个人 监殿的人 也都看在眼里了吧 也一定跟父皇说了 他用的是什么 老皇帝点头 说了 是枪 监殿的人不陌生 大年夜那晚 他们跟着阿人 就是用了那一种 叫做枪的东西 退了锅贼的二十万大军 他说着说着 就有点兴奋 所以阿人 不怕寒干的火枪 所以你们才计划 要打寒干 对吧 主子们好 咱家是您的贴身总管 小鹿子 鹿青竹 这次啊 就以太监 江月的身份登场了 希望小主们 不要嫌弃咱家 嘴笨啊 这次啊 不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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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怕